四腳架有一個後座用,缺點就是第一個,它會弓著背 一般來講這個四腳架,它會弓著背 然後會有駝背,會造成駝背的這種現象 那如果拿拐杖的話,它就是有一點傾斜 它平衡感,沒有,平衡感會受到有疑慮,平衡感會受到 因為你中風拿一支拐杖的話,很容易跌倒 然後你姿勢也會因為你姿勢不正,造成你脊椎會有側彎 然後你這個,像我們蔡凡座蔡醫師講說 你拿著這個拐杖的時候,是我們這個手掌中心去擠壓這個拐杖 所以你這個中心點如果說去壓這個拐杖的話 你身上會受到這個壓力,也是會不舒服的 所以拿這個拐杖也是有它的缺點 第一個是,它的平衡感不夠,不是很均勻的平衡感 第二個,它姿勢也會斜一邊,會造成這個脊椎的一個側彎 然後你手腕的壓力,會造成你手部的不舒服 那你持肝健所有一個好處,就是說剛剛我們介紹過 它的中心點是在人的一個中心上面 所以它脊椎是端正的,而且它是兩邊是平衡的 而且在運作方面你的肌肉的運動是協調的 所以一般來講就是使用中心這個,比如說身體上有一點障礙或者是不方便的人 平常一般來講,我們都建議它是用這種中心的腳墊 第一個是比較穩 它走法呢,也有等一下我會跟各位介紹 它的走法有點不太一樣 它不是斜的種 它的,第一個它拐杖的調法 比如說有很多很孝順的子女們都會介紹父母親來做這方面的運動 或者是說覺得不錯的話會介紹給他的家裡的比較年長者 那像這種行動比較不方便 而且,姿勢有點歪斜的人 第一個就是,它使用的是中心腳墊 第一個是它是怕摔 第二個,它特別需要平衡跟復健的人 它的這個,這個腱肘的調整方式 是跟身高略調低三公分 這個桿子的調法 是當你這個桿子拿在跟身體 就像我們剛剛講,跟身體的正前方的時候 你這個調到,把它壓 等一下我去拿一根那個 對,中心的借為主 它的走法齁 它的走法就是你介紹給長者的時候 第一個,不是有邪度的走法 它是一個,就像我們剛剛第一個所介紹的 那殘障的呢? 等一下我來問 好,謝謝 它這個齁 這個手杖的調法齁 雖然它上面講,調低三公分 但是,一般來講的話 按照正常我們創辦人所 就是你第一個,你把桿子調高 因為它是中型的 沒有什麼腳跟跟這個前面後面的關係 所以你把它平擺 平擺在你身體的前面 然後你調到 這個手背呢,貼住 手背貼住你的身體 成一條線 跟你的身體成一條線 然後把它的手往下壓 往下壓 把它壓 壓到這個手跟這個 這個身體是成90度 然後你就可以把它轉緊 把它轉緊 那另外一根也是一樣 當你把它調到兩根同樣高度的時候 調到兩根同樣高的時候 你就教它怎麼走 這走起來很簡單 因為我們走的時候 第一個我們人體剛剛介紹過 人體的四肢是有關於第三類槓桿的原理存在 所以你這個手背夾緊的話 第一個,它力量比較足 所以它走起路來會比較 會有比較支撐的感覺 第二個,它走的時候 你叫它這個 這桿子要放在它兩個腳的外側 不要擺在內側 為什麼擺在內側 因為它走的話怕去踢到 在內側的話會踢到 所以你一定要擺在這兩個腳的外側 然後走的時候 因為它是中風 或者是說身體不正 它肌肉有點萎縮的話 它需要的就是如何去鍛鍊它的肌肉 盡量讓它能夠脊椎能夠停止 然後走的時候就是這樣走 是用四角形的走法 用四角形的走法這樣走 它的手就不是跟我們這樣 它的手是用手肘90度的走法 所以它走起來是很穩的 是這樣走的 是這樣走的 這種是走法是很安穩的一種走法 它是屬於比較成長的人的走法 剛開始的時候 那慢慢慢慢訓練完 它鍛鍊它的肌肉有力量以後 它就會走得很順 那最好剛開始的時候 是有人陪在它旁邊走 因為怕有時候 剛開始的時候 它肌肉沒有力量 會歪斜會跌倒 但是它如果走一段時間以後 它這個手背有力量以後 它走起來會比較穩 所以這個是有關於這個 那教練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它這個 在譬如說海邊 海邊走 會怎麼樣 怕說陷到那個泥漿 泥巴堆裡頭 或是發放 沙子的裡面 沙子的裡面 所以它有支撐作用就對了 這個扣環是另外一種 支撐桿子的一個 支撐桿子面積的一個 一個功效在裡面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